BeeBeeBee 哈啰大家好 歡迎來到BeeBeePee Channel 早上好 昨天我沒有發加密貨幣的分析video 因為早上有點忙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看一下今天的市場 你記得嗎 前天我不是抄底BeeBee的時候 就是我抄底在33500的時候 大概那個晚上還有掉到差不多31000 哇那個時候很多人抄底什麼 什麼Bee都是在它的最低尾 對它在這個底 8號對8號 它最低有到31245 然後那個是差不多要到0成了 然後我再說可能各天早上會再跟下調 因為他們的那個支撐底在3萬 假如它支撐得到它就會反彈 但 按照我們的分析它就會 它就繼續主期了 起到現在差不多37000 所以我的BeeBee 投資都回升了 假如它上超過37000 所以我有在賢利的 我在說自從這個 這個Drop之後 我是覺得可能 Future的話我會投筆克幣就可以了 因為我覺得筆克幣很像是最穩的幣 剩下的那些幣啊 筆克幣一掉 剩下的山菜幣掉到也是很誇張 以太坊還好 很像狗狗幣啊 卡達諾 XRP Polkadot還ok 其實Polkadot我也是想要近一點 Litecoin不要假的也是 蠻假的 其實這個是 Internet Computer ICP 也是掉到蠻早的 但是它 恢復沒有那麼快 剩下的恢復蠻快的 你看前面的山菜幣都是跟著 它的大老哥 比克幣的行情走 比克幣上剩下的也上 有的還上蠻高的 你看好像這個 哇 Solana 欸 Solana好像上蠻多的 Let me check Where's the market Lefty Watchlist Yakripa Fancy ok So The 我是覺得它們起的原因是 因為昨天不是有一個新聞 就是說 那個 沙 沙爾瓦多 立法 機關 投票通過 比克幣做為他們的 國家的 法定貨幣 因為他們是 第一個 這個 國家 用比克幣 作為他們的 法定貨幣 所以 這個 消息 一傳出 人家 就對比克幣有多一點 認識 還有信心 所以它的 價錢就反対 也是 也是 他們有這個 新聞 如果不是 它也是會掉 破 3萬 以下 還有 讓我看 那 OK 所以 就是 根據報導 南美國家 沙爾瓦多 的國會 以全對多數 贊成投票結果 通過 比克幣法 成為 全世界第一個 將比克幣 作為法定 貨幣 的國家 本週三早些時候 該國 總統 納爾布 布克塞 Nayip Bukler 將在 布法 案提 交給 國會 進行 投票 他今天又通過 Twitter宣布 比克幣法 已經獲得 該國 國會通過 在84名 參加投票的 議員中有62位 投了成 贊成票 你看 那個 沙爾瓦多 是第一個國家嗎 贊成 比克幣 用他們的 Legal Dental 如果 多一點國家 多一點國家 也是 Adopt這個 東西 就是承認 比克幣做他們的 國家的 破壁 不是 更多人 就對比克幣 更有信心嗎 然後 每隔四年 那個 挖礦 挖 比克幣的礦 也會剪一半 不是 剪四年 一直剪四 剪到 可能到 二零 不懂幾年 他就全部的比克幣 就挖完了 挖完了 全世界都在用比克幣 又沒有比克幣了耶 比克幣不是會暴漲 所以 所以 假如你看 常委的 長遠的話 要直接買比克幣就可以了 比克幣現在 上萬的時候 可能還 還算是 啊 不 還 很多人還可以接受這個價錢 假如 還上了一百千的時候 你 全部人買進的時候 你就有那個 佛摩 連一百千都有人 人家在買 等一下上一百萬耶 所以我再說 我的 我的意思是說 假如 啊 就是假如 假如Future的話 我有Extra資金 我就直接投比克幣了 我就不要再 啊 浪費時間在別的上 再比 對嗎 可能還一點狗狗幣啦 啊 狗狗幣的話 讓我看他有什麼 啊 狗狗幣就是跟著大餅也是咯 就是大餅起 狗狗幣也起 呀 你看很多幣都是在 我們的那個 已經上回幾乎 他們的normal的價位 很像Cardano已經上到一點 提升到一點六 連狗狗幣最低有到三毛 現在恢復到34 也是因為比特幣恢復 他們也恢復 以太方還OK 以太方那時掉的話 它有跌到幾十啊 才昨天而已咧 昨天晚上 讓我看 我用的叫 MarketCap 對 我這個叫 我這個叫 昨天這個最低低 2.3 2.3最低價位 然後全部能 其實我有放 LimitBuy LimitBuy 在 28千 FORPB 所以 就是 這樣咯 然後我的Portfolio 今天也是有 Portfolio已經回升 差不多 800多塊 然後這個就是我手上的币 就是我有 CocoP 我CocoP 我CocoP 占最高的位置 然後 然後 我有Cardano 接下來 Bitcoin 因為昨天 它掉得很低了 所以我有超一點低 Portfo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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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Portfolio Portfolio 最好的 還有 以太坊 以太坊 然後 FORP 那個 P P 上個禮拜 剛剛 剛剛抄底了 那個 Shiba Inu 這個也是因為一個 狗狗幣 我只是買放豬而已 不懂 它會放是什麼 忽然間的東西 你 never know 還有一點 Litecoin 因為Litecoin 是最老的 所以這個是我的% 就是我的狗狗幣 占我的 倡位37% 還有 Cardano 占16% Bitcoin 占10% 以太坊 占9% 還有這些 OK 就是 今天就是要講的 講的就是這些 所以我下個頻道 下個 視頻 我會 可以做一個教學 如何 如何在 CoinHackle 還有 币安.sg 還有 币安.com 買 比克幣 所以假如 你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請訂閱 分享 請訂閱留言 然後 我會見到你的 BBP 謝謝 觀看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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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 你們 大家好 大家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